嗯,危急了 咱们采个6-7包玉米上去 试得太快了,过两天又要买玉米了 现在玉米已经装车了,一共7包 然后拉到上面去,危机 开饭了,马上要下雨了 直接拉 再吃哈,多吃点,长大一点,长肥一点 贵鸭子 刚刚倒了两包 一边倒6包玉米上 烤死了你们 现在鸭子不喂玉米了,吃不起 这鸭子太能吃了啊 一个鸭子,它的食量要比三四只鸡都大 看你们吃不吃 强行给酒糟他们吃 现在这样,不吃就饿死了 玉米是不会给的 嗯 就这两天开始吃酒糟 估计没吃习惯哈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这个鸭吃酒糟不就吃习惯了吗 是吧 那 现在下去,把猪跟老鼠喂一下 就收工了 然后就中午来看一下 下午喂一下 一天 一天的火就干完了 然后剩余的时间 要么休息 要么来拍视频 马上要下雨了 乌云密布,冷静 等我停下趟鸡吧 快吃水玉米啊 再过几个月就把你们摘了 再摘一点辣椒哈 在这边做饭揍的少了 现在我一般都在家里面吃饭 不会在这边吃饭了 辣椒太多了 你不摘掉的话 都会掉 那就会烂在上面 摘一点红的 新辣椒就不摘 这辣椒太多了 跟我们两个人啊 压根就吃不完 我都感觉可以供我们两家人吃了 这辣椒便宜 在我们这边就几块钱一起 这样三块 烂品 这个辣椒多漂亮 大家看看 摘几个就可以了哈 不摘也烂了 浪费 地上都掉了好多辣椒 再不摘这个辣椒就成这样了 到地上了 还有好多青辣椒 可以 这个也开始在烂了 大家看看 再过两到三天 又差不多就烂了 不能吃 这个我不要哈 嗯 大家不摘多 摘这些就够了啊 上面还有好多辣椒碗 摘个五六框 绝对没问题 每天摘一点 走 再咱们